夏天天氣熱 很多會人會吃冰來消暑 而在彰化縣王宮 有人就突發奇想 把當地盛產的蚵仔當成材料 做成鹹鹹甜甜的蚵仔雪花冰 夏天要到了 有別於傳統冰店 彰化王宮有一家咖啡店 結合在地文化 將王宮到地的蚵仔放入冰中 推出甜鹹綜合的蚵仔雪花冰 獨特的口味 吸引不少遊客前來嘗鮮 有融合 這個有什麼 這個有融合 蚵仔跟莫達有融合 口感如何 口感 口感不錯 綿密的 然後蚵仔本身入口也就爛了 會腥嗎 不會 要做出這樣的獨門料理 老闆表示 烹煮蚵仔的方法是關鍵 除了要將蚵仔煮得軟硬適中 適當的配料與冰品口味 也可以修飾掉蚵仔原有的行為 關鍵點在 如果把蚵仔處理的 就是說放在冰裡面 還不會說完全是熟透 咬下去就是一塊一塊的 但是就不能像生的一樣 就是咬下去直接就是 一個有點腥味的 它加抹茶的話 很怕 就是說單股的話有腥味 加抹茶是最棒的 因為它抹茶會把 唯一的淡淡的腥味乾掉 發揮小吃結合家鄉特產 創意料理 鵝仔雪花冰 不僅吸引民眾 也讓彰化王宮多了一項在地特色 聯合報林玉婷彰化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